主料,黄豆酱240克,五花肉100克,面条500克,辅量,油,葱,蒜,黄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食材准备好,肉切成丁,最好用五花肉带点肥的,有肉皮更好吃,劲道有嚼劲,葱,蒜切好备用,锅里放油放入葱,蒜末炕锅, 把切好的肉丁放进去,边炒,把黄豆酱倒入锅里,边倒边搅拌,防止糊锅,如果酱鲜的话,可以先把酱加点水吸食一下,炸好的酱,味道特别好玩,切点黄瓜丝,做锅烧水煮面,一碗美味的炸酱面就好了,拌一下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倒入酱后再放蒜末,炸出的味道比较好,如果酱特别炫的话, 可以先用水的吸食一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